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大家早午好 又到下午三点钟 敬请大家关注我们的 《强哥好主义》直播秀 强哥今天分享 华丹哈羊炒搞菜 今天是一个很普通的菜 很传统的菜 哪里都做得到的 可能在家或者酒楼 最容易的 很多人选择这道菜 所以很简单 白蛋 狗黄炒虾仁 虾仁如果怕它太大 怕它不入味 可以割一割 不要割太深 不要像虾球那么深 它比较容易入味 接着六粒鸡蛋 鸡蛋六粒 接着狗黄 对了三样东西 搞定了 简单 简易清 但是你要用这道菜 虾仁是简单 但是炒出来 未必它会 就是说 那么容易 炒得很好吃 又要有够味 又要有王气 OK 那我们虾仁 先让它拌入味 少少盐 好 少少盐 3分1茶匙 蝦仁 加盐 少少糖 少少就好了 砂糖 接着就胡椒粉 胡椒粉 少少 接着就生粉 生粉 大概是半茶匙 生粉 生粉半茶匙 那我们先拌均匀 腌一腌 再拌均匀 六粒鸡蛋 我们一样是加盐 加少少盐 六粒鸡蛋 六粒鸡蛋 因为这个滑蛋要多 一两粒蛋 因为 少少 少少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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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先拌均匀 好 拌均匀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多放少少油 我们将虾仁 煎一煎 好 下一个煎一煎 最后 我们将大约五成粒 炒狗黄 加入少许盐 加入少许盐 炒一炒 炒出来会有味道 因为这个好像一样 味道炒 所以一定要 放狗黄 加少许盐 因为狗黄很快熟 所以我要炒五成熟 两样的五成熟 五成熟走起 要炒太熟 因为狗黄很快熟 很简单 但是一定要有虾仁 今天我种的就是 家常版 所以一定要虾仁入味 然后狗黄 先炒一炒 让它有莫气味 所以你们看到强哥家 你们这个怎样的炒法 OK 你们看不清楚可以重播 这个都有的 在YouTube 好了 炒得滑蛋 这个莫不需要太过热 一大个热 鸡蛋一倒下去 一下子已经熟了 熟得太紧了 就是我不要太烧 是吗 是 对 鸡蛋很容易就是熟 鸡蛋它会比较阻油 所以你就放多些橄榄油 都不怕的 鸡蛋熟油 所以可以放多些油 它很熟油 还有炒 一炒蛋的时候 火也翻小一点 不要太大 我们现在 刚才那一炒蛋 我们拌匀 慢慢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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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慢慢拌它 慢慢融拌 一拌它 它上面的生蛋 就会下来 我们这样拌它 你们看啊 看得到 看得到 你们再注意看 强哥 怎样炒这个蛋 慢慢推上去 你们看到吗 慢慢推 我们是滑蛋 不是 不是 煎蛋 这样推上去 因为这个锅够热的 所以 它那些 未熟的蛋 它就放到下面 这样推上去 慢慢推 慢慢推 慢慢推上去 你看强哥 所以这滑蛋 是要这样慢慢的炒 那最好呢 就是炒这个滑蛋 最好就是用铸铁锅 比较好的铸铁锅 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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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黏铁锅 哦哦哦 这样炒出来会更加香 嗯嗯嗯嗯 就是用我们在里面炒 OK 那我们现在 放下去了 不要让蛋熟了 对啊 我们现在把它放下去 OK OK 好 先火了 嗯 通常这样啊 这样啊 这样啊 就现在是滑蛋 好熟的啦 来 我给你们看你们知道 陈哥你放里面看 OK 只放下来一点点 你放下来一点点 你就这样子好了 嗯 因为镜头已经给你看好了 对了 这样就好像上锅 可以了 哦 就这样子了 好快的 我都说不用一分钟了 所以你们看到刚才那个碰做了 就是慢慢跟它推上去 所以虾和狗黄一定要 要先下锅炒熟 哇 如果这个虾人 你不先炒 炒它五六成熟 它很难熟 大家看到 不要拿到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炒熟 今天这个镜头就OK了 对这样子 很滑的 一定够滑的 嗯 就这样子 不用加粉 什么都不用的 看到吗 对了 很简单对吗 今天 很简单 非常简单 今天真的是电话老师丢我 都跳不上去 很简单 真的都不用五分钟啊 真的不用五分钟 真的不用五分钟 我移上来 不用五分钟啊 一分钟就搞定了 一分钟搞定了 哇 OK 我现在 很滑的 它的蛋很滑的 这样呢 我今天呢 教大家做一个 更加简单的 白斩鸡啦 白斩鸡 怎样做 才会 会漂亮 为何容易 做出来 皮又不会烂 另外教大家做一个 汁 要来 点来吃的 那明天就是到 教你们做那个 百斩鸡 喜欢吃鸡的小朋友们 那个家里爱吃鸡的呢 你就看强哥那边 白斩鸡是如何的做法 OK 强哥的菜呢 讲出来有时候 都是很普通 但是呢 就是 就是 怎么讲呢 但是里面的东西 它是比较与众不同的 名字简单里面 都是比较与众不同 因为我们现场做 大多数是加强菜来的 所以这么九楼板的 我们很少在这边做的 嗯 谢谢大家朋友的关注 明天下午 记得三点钟 我们约在这边看 强哥的那一个 百斩鸡 不是水晶鸡 强哥 百斩鸡好干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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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干档 所以那边做 建产朋友们都可以做的 这些都是在家里的 帮忙都可以做的 那大家 见哟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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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